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昨天我提过有关于在深圳的一间日本人学校读书的10岁男学生 在上学的途中被一个44岁的中国男子用刀刺伤 最后是伤重不治 这宗消息引起日本的官方和民间非常强烈的反应 但是中国方面 在通报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说得不清不楚 他好像是想隐瞒什么 完全没有说到 这个学生 究竟是什么国籍 发生什么事 多少岁 中间的过程是完全没有提到的 似乎这个民族主义令到中国的小粉红病毒上路 已经反逝 中国的外交政策 详细是怎样 回来再说 各位 今时今日你还可以自由地上网 但是现在有 不代表永远都有 虚拟私人网络 VPN 是今天上网的必备工具 介绍我用开的NordVPN 它可以保护你的私隐隐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个国家 总共有5400个服务 自伏器 没有人可以追踪到你在哪里上网 也不会影响你上网的速度 一个户口全家大小可以6个设备一起使用 用底下这个网纸 关键词是 SAMNGX 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不满意的 可以全数退款 向你推荐 挺好用的 日本驻华大使馆已经是 这位同学的死亡是下半期治癌 日本大使亦都表示要求中方调查真相说明背景 很遗憾到现在未收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刚才说过有关斩人事件的消息 只是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的一张公布 就说 这个 沈某 叫沈某未成年人 受伤 没有透露到这个学生的国籍 以及预测的地点是日本人学校 因为 距离这个 学校大概是200米 亦都没有公布施杂者的犯案动机 我稍后详细讲一下这个公布一定有什么问题 日本共同社就报道日本驻港州总领事馆总领市 贵岛善子就证实遇害男童腹部众 众都 凌晨是相重不至 日本的外相上川阳智就去外务省回见传媒就说对襲击事件感到 深感悲痛批评事件是悲劣的行为 要求中方 确保日本侨民的安全 公布刚才讲过 是怎样的呢 说在这个南山区招商街道 核内 发生一宗持刀伤害路人的案件 导致一个未成年人 沈某受伤 施杂者是一个姓中的44岁男子 就说 案件就是征办当中已经被抓了 然后中国外交部 林健在例行记者会里面 只是说 学生的年龄是10岁 是距离学校门外200米被一个男子刺伤 中方将持续采取有效的措施 确保 这个其实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公布 公布的公布是没有说到 这个男童 的实际年龄 国籍 只是说他姓沈 外交部发言人 就是说 是保护 这个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第一次透露这个是一个外国人 就是说到他年龄10岁 在学校的门外 被刺伤 为什么要说到这么不清不楚 语言不详 我相信原因很简单 就是 这些病毒上老民族主义病毒上老的小粉红 闖了大祸 中国 隐瞒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掩耳道令 这一向都是这样做的 不讲的细节 大家就不知道 中国人也有互联网的 他也有传开消息的 不然小粉红在网上 不会 欢呼 在大肆叫好 日本人 威得来 让我们动手 要对付他 不会说这些 所以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 姓沈 据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姓沈 这个字 除了是中国人姓之外 日本人也有姓沈 所以这个公布 一个姓沈的未成年人 没有说他的年龄 确实实 一般人 一般的中国人 是没有办法知道 他这个人是日本人 还是中国 也没有说到日本学校的读书 也没有说到 在 日本人学校门外被刺伤 所以 这件事在中国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都可以隐瞒到事实 但是大家就要问这个问题 你隐瞒来做什么 只是拋不住火 隐瞒了大家就不知道 这种掩耳盗灵的做法 我相信 只是中国 只此一家便无分点 另一个说法 这个男童 日本人读书的男十岁男童 是一个中日的混血儿 因为日本人学校 只是收日本人 所以他是日本籍 他是日本血统 现在这个媒体没有说得很详细 究竟是怎样 我将一些 报道的内容综合给大家知道 深圳大概有3600个 日翘在这里 据这个日本媒体报道 这个不安的情绪 已经在在华日本人圈子里面 扩散 因为居住在深圳 有这个幼儿园年纪的小学 日本妈妈是这么说的 她说我再次感受到 必须特别注意中学政府定为抗日战争等纪念日的日子 北京的日本人学校就向家长发出电邮 就说 在公众场所 不要大声说日语 不要让小朋友单独外出 注意安全 919 案发后 第二天 加强保安人员 直勤在广州日本人学校 提醒 尽量避免 不必要外出 三千多人在深圳居住 当然不仅是深圳 可能北京也有很多日本人 我昨天说过 三个月来 第2中针对日本人的袭击 6月的时候试过那宗在江苏 一队日本母子被砍伤 但是校车的 这个女的保姆 试图阻止的时候 亦被刺身亡 当时的口径就是 会持续 有效 用有效的措施 保护 在华外国人 不过 持续有效的措施 就是 出现了一单 又出现第二单 OK 在日本就引起很大的反应 大家可能听到这里会问 这么危险 为什么日本人 还要 在中国呢 为什么日本人还要带着自己的家眷在中国呢 当然 大家 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最主要可能在这里工作 公司派去 家人也去了 又或者做生意 营商 在日本的大使馆 在Twitter 平台里面 是这样说的 我管 心感痛心和遗憾 表示 犹冲哀道 我管认为事态严重 冲心希望中国政府尽量努力 保护在华日本僑民 查明真相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他说会保护你 不过发生完一单又一单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谓保护是什么意思呢 重点是 保护不是派些什么 保护 不是加强警方巡逻 在这个日本人学校附近 或者日本人的聚居的地方 不是这样 因为日本人 不仅在日本人聚居的地方出现 日本人不仅在日本人学校上学 日本人在中国也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要搞到 不要大声说日语 这个勸语 或者警告都要出来 表示 日本人在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 排外 小粉红病毒上老 反滥的情况下 我昨天做了这条片 我觉得很奇怪 在我的留言里面 没什么小粉红留言 没什么小粉红留言 不像大陆那样 我想他要明白 自己利益 他明白 找 选小朋友落手 是一种极度懦夫的行为 如果你中国真是大国崛起 那么仇恨日本人 要报这个日本侵华的仇 报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仇 就弄个飞弹过去 一个不够就弄个十个 你找日本十岁的小朋友落手 我觉得是 极度懦夫 是民族主义病毒上老的懦夫行为 在日本的媒体有广泛的报导 也是具世无谓 说了整件事 说母亲坐着电动单车 跟男童一起上堂 距离我大概200公尺的位置就遇到 四十岁的中国男子 没有伤害到母亲 不过是选择这个十岁的男童落手 腹部和双腿被刺伤 鲜血直流 母亲双手沾满了这个小朋友的血 用中文大声喊 我家的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 救救我 根据新加坡的报纸报导 附近的路人 有跟这个小朋友做 心肺复甦 不过就发现了他的 目的者说那些腸都已经流出来了 日本的 网民 反应非常强烈 有人提出撤桥 日本政府应该为桥民想想 至少发过旅行旅游警告 日本企业应该撤离那个地方 中国人讨厌日本人 断交算 还有人指责日本政府 要求要为软弱的虚证付出代价 遇到这些事情 只懂得 说遗憾 一定是被日本人罵的 政府 中国政府 中国人就不敢罵他 日本政府 一定会被日本人罵 中国网民 有些是同情的 身为中国人非常抱歉 真相就是中国政府煽动对日仇恨 当局一直 纵容煽动民粹 就是这个原因 这是仇恨教育的结果 确确实实是 是仇恨教育的结果 仇恨教育 出来这个恶果 全体中国人都要承受 中国政府都要承受 但是中国政府有没有 吸收到这个仇恨教育 反誓的教育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譬如 中国的网红 去到日本的政国神社 借日本的政国神社来过桥 是吧 在政国神社外面 涂鸦、阿撩 拍片 用来增流量 这个也是 为什么中国的网红 拍了这些视频 仇恨的视频 会有流量增加成为流量密码呢 一个原因大家都不说自明 就是中国 仇日有市场 中国仇日为什么会有市场 就是 这种民族主义小粉红的病毒 是离慢着整个中国 为什么民族主义小粉红的病毒会离慢着整个中国 因为这个就是 仇恨仇日 仇恨教育的结果 这个恶果 中国人自己会吃 如果不是 不会 有这么多人欢呼 对这件事 当然 我不能说所有中国人 都是这么凉薄冷血的 但是你看到这些中国人 动手之后 对着一个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小朋友 我觉得最不似这种行为 最不似这种 伤害小朋友的行为 不过有中国人竟然会欢呼着弱 你说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这一类人 堕落到什么程度 这一类人是極度堕落 中国政府也 用尽任何的方法 去隐瞒这件事 公安的通报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人 日本人学校没有提到这个小朋友的 年龄是什么 想怎样 想隐瞒这件事 但是隐瞒得到吗 是吧 隐瞒不到的 我不知接下来的调查会是怎样 我相信 100%肯定 调查结果不会告诉你 因为这个 44个中国男子 仇日所以这样做 可能安什么病 给他精神病 然后就说 承之于法 调查就是这样 就完了 是不会 不会说到真相给你 所以我也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 日本 日本人学校 那些学校 那些学校 已经是 用钱 请了一些 保护 在那里去保护 那些日本人的学生 但是 防不升防 日本人的学校 日本人不是只是上学 日本人不是只是日本人聚居的地方 日本超市买东西 四周围去 谁知何时会出了一个人出来 是仇日 小粉红病毒上脑 会动手才行 所以 不单止 日本人这一类的外国人 其他的外国人 在中国来说 如果这些排外的情绪 特别是美国人 在公园里面 被刀斩 特别是外国人和中国有仇 或者中国视为他是抵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这些僑民 是特别危险的 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文明国家 应该做的事 为什么 这种 懦夫的行为 会 发生一次 又一次 中国人 中国政府 这种 仇恨教育 是否罪魁和首 大家是否应该反省 小粉红可以留言给我的 我欢迎的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反应 这节目到这里 支持我的Patreon和深藉口花的频道 多谢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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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